台中捷运车厢随近凯仁案 17岁男高中生伤势比较严重 好在现在转到了普通病房 而他的父母亲也特别出面 来听一下最新说明 那个做比误的时候 嫌疑犯他自然说他吃了很多药 然后又说他有精神疾病 在逃避这些法律责任 让我昨天这个情绪很不好 所以我说一些对社会不正面的话 那是我情绪上向各位道歉 那我个人的部分 我有跟同业有谈过 是决定上大家都拿的雨伞 甚至拿的水瓶去攻击这个嫌疑犯 那我是不是说我们金风设计跟河固营造 我们各捐20万来买一些 例如说可以上面是弧度的一只 可以维护民众的安全 是不是捷运这边可以允许我们来捐赠一些器具 来保护每个人的安全 是不是说这个可能是我们出钱来捐赠 然后让真的不一定要用到他 但是就像你油软车有发生意外的时候 可能有车磋急迫器 那你看绝运大家拿的雨伞 甚至用手去挡 那我觉得这些英雄 我觉得我要直接谢谢他 我儿子今天还可以活着 是真的是要谢谢他们 那没有他们应用的表现 真的 我们也说是家长 不管是国小国中高中的家长 也不安心让小朋友在做捷运 这是很严重的事 那这捷运如果像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第二条 盖下去是不是有人做 我都觉得这个我不太懂 但是我觉得我们愿意来帮助这个社会 然后捐一些力量来 例如说可以灭火器 还是说有一些什么东西 可以克制的作用 这是我们的想法 那昨天都没有睡 那想着说是仇恨没有用 那我希望说可以来做一些事情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那爸爸想请请问一下 因为儿子的状况 像你刚刚讲的昨天都蛮 好 你可以听到少年的父亲 他是情绪哽咽表示 真的是要感谢昨天 在捷运车厢里面这些英雄们 不过他也说 对于这个捷运搭乘的安全 身为家长 他是表示非常关心 而爸爸也说 发生这种事 他认为仇恨没有用 台中捷运的舰鞋攻击事件 难道这个嫌犯 他是早有预谋的吗 还有他的动机 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嫌犯 从高雄特地是跑到台中 搭捷运 然后拿刀随机来砍人 落网之后 他是拒绝夜间证讯 而上网母亲到警局 母子俩抱头痛哭 警方表示 嫌犯早在一个礼拜前 他就在高雄的大卖场 买了三把胸刀 案发之前的前两天 从台南搭高铁来到台中 而当时在汽车旅馆住了两天 之后吃了超量的镇定剂 然后就拿刀跑到捷运站来犯案 他专程从高雄跑到台中来杀人 一切似乎早有预谋 21号上午10点54分 穿着咖啡色外套的红杏嫌犯 走到捷运水安工站 打开寄屋柜寄放行李后 11点13分上车 过一分钟就亮刀开始行凶 短短两分钟造成两名乘客受伤 警方调阅监视画面 发现他早在两天前 19号就独自来到七骑一家汽车旅馆入住 21号上午退房后 叫了一辆计程车前往捷运站 一切看似早有预谋 因为他落网时声称 他就是专程从高雄北上台中杀人 一星期前从高雄入住 某一个大卖场事先就购买 买完这个三把刀子之后 就直接从台南这边来到捷运 因为台南有捷运站 而且他入住啊 这个路程看起来是离台南比较近 由于洪信嫌犯说他累了想休息 拒绝夜间征讯 在警局睡了一晚后 精神恢复稳定 还把警方准备的早餐 肉排吐司吃光 但上午检警准备征讯时 他的家人要求律师到场 母亲也一度崩溃痛哭 他妈妈也不晓得 他的儿子为什么会到台中来犯 这么耸动的案件 所以他的情绪相当的激动 跟这个小孩子是抱头痛苦 据了解 洪信嫌犯在高雄入住一家五金行 买了三把刀后到台南搭高铁往台中 在汽车旅馆住了两天 搭计程车到水安宫捷运站 因为他平常有服药习惯 放完行李后跑到厕所 一口气吃了八颗比平常还多 含有镇定剂成分的药剂 但他行凶时相当凶狠 落往后情绪激动速度咆哮 就医时还大喊我不想死 之后又说赶快判他死刑 精神反差相当大 外界一度传出 二十岁的洪信嫌犯热衷政治 因此刻意挑选520隔天犯案 就是要凸显废死议题 但没有获得检警证实 警方表示洪信嫌犯征讯时 心情平复 但还没有对被害人表达歉意 到底为什么跑来台中犯案 真正动机是什么 检警还在积极厘清中 东森新闻李英轩王府安 在台中采访报道 事发当时画面上这名长发男子 他说当下无知想要救人 所以他非常的英勇 夺下了嫌犯手上的凶刀 但是他当时自己 剩下嘴唇都被砍伤了 手指也因为夺刀而受伤 目前知道开刀后 已经来到病房休养 不过妈妈在今天 谈到儿子伤事 他说非常严重 深刻兼顾 心疼又哽咽 不过长发男子在今天 回想起事发当时 还是心有欲击 因为抓在前面刀子 压在这边 所以有一点受伤 指着手上的伤口 终结伤者长发男 躺在病床上 讲话还有点虚弱 因为他上下嘴唇 都有撕裂伤 自己跟我真的 我一开始也是很无助 但后来有另外一个大哥 带头以后就 大家都一起来帮忙 我觉得很棒 回想事发当时 长发男心有余悸 印象中好像跟嫌犯 同一站上车 一起在月台后车 过程中他都抱着 自己的包包 没有异状 事发突然也不清楚 怎么发生 就遭到攻击 被砍了以后 我怕他再砍我第二刀 所以我就抓住刀子 然后就是 我想要抢 但我抢不掉 所以我就喊 后面的人来帮忙 英勇挺身而出 和其他乘客 合力制服嫌犯 但看在妈妈眼里 心心胆战 因为当天长发男 才刚出门十分钟 妈妈就接到医院电话 看到伤势 实在好心疼 他那个伤口都深可禁骨 那看到的时候 也都忍不住掉下来 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贴心 爸爸早逝 但是他是很贴心的孩子 病房里摆着不少 亲友送的花束礼品关心 但在惊魂过后 长发男只想赶紧出院 因为他心系着 最爱的建立比赛 出院以后可以回去练以后 我就开始继续准备我的比赛 因为其实现在正好 是我准备比赛 准备到一半 可能今年的成绩就会没那么理想 但应该还是可以去稍微比一下 他透露平常就以建立比赛训练为主 偶尔会线上教学 等身体恢复后就会再投入比赛 对于这次在车厢内挺身而出 他谦虚说只是刚好 因为自己不得不反抗 东森新闻中昌神 苏宇欢台中采访报道 在终结见血攻击事件当中 这名17岁的少年 他也受到扑击 他的伤势蛮严重的 因为身体多处撕裂伤 尤其他的右肩膀出现12公分的伤口 肋骨也被砍断了 少林爸爸说 第一时间接获消息赶到医院 看到儿子全身都是血都是伤 他真的是相当的心疼 不过幸好宋伊开刀抢救之后 目前生命迹象都很稳定 已经是从江户病房转到普通病房 21号早上终结发生随机砍人案 其中一名17岁少年遭到嫌犯砍伤 伤势相当严重 让爸爸好心疼 如果你们家的家人被砍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子样的情形 如果这个部分 是不是要去修法 把这个受害者的部分 我们真的很心疼 一个小朋友而已 那你们自己会很难受吗 就是因为平常上学的话 会啊 一定会啊 这么说 就是这么突然的事情 毕竟还是一定会担心吧 嫌犯持都挥舞的当下 17岁少年被波及 肩膀胸口等共有三处撕裂伤 肋骨也被砍断 紧急送往医院开刀治疗 目前在江户病房 右肩有一个12公分的伤口 然后锁骨有小碎片的骨折 那肌肉也有受伤 17岁少年右肩膀有12公分伤口 右胸有一个10公分的伤口 右上臂有8公分伤口 肋骨第三根断裂 已经先用钢丝做固定 其余肌肉受伤的部分 先做缝合处理 部分胸腔外科医师 有做胸腔镜进去里面 发现肺部没有受伤 然后也没有气胸血胸 病人目前的话 生命迹象稳定 可以自我呼吸 昨天手术过后的话 已经移除呼吸器跟气管内管 目前看来 17岁少年生命迹象稳定 今日也已经转入普通病房 听见好消息 也让家人松了一口气 东西文中昌城 苏一欢 徐英琪 杨雅筑在台中报导 我看了一眼就得了好多了 从这边来给你